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這一段跟幸福哥來討論一下 護國神山台積電 昨天除夕其實還蠻厲害 秒填習對不對 馬上填習 但是今天又馬上休息 怎麼會這樣 待會幫我們做解讀 那今天有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台積電傳說 跟日本的三個大公司 包括Sony 豐田還有三菱電機 所以在日本要合資蓋這個晶圓廠 所以代表全世界還是很需要台積電 但台積電的股價 最近特別的溫吞 怎麼觀察 其實台積電是這樣子 昨天他的一個填習的過程 其實並不是說一開盤馬上填習 昨天早盤 其實他是在平盤附近震盪 甚至還有小小的下跌 可是昨天尾盤神來一比 真的是一秒鐘填習 一秒鐘填習 那這一秒鐘填習的過程 最後才拉上去 對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如果說我們看這個過去 因為台積電現在改成是季季配 你可以發現從他季季配開始 大概有兩三次 花了一天的時間就填習了 那這一次一樣 之前比較長的時間 大概最多花了15天 所以如果你是台積電的 長期投資人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家公司 雖然說最近的股價比較溫吞 但是實際上它是一家好公司 基本上你只要能夠長期參與 他的一個出席的話 都會賺到這個席 因為他都有填席 對 他都有填席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台積電最近不漲的原因在哪裡 譬如說台積電好了 當然大家都希望說股票買的 就像去年這一段 從500出頭 一買就馬上漲 對 然後而且你看這個漲幅非常的大 大概漲了接近180塊錢 那這樣這一波 台積電就漲了30%以上 可是台積電 他畢竟是一檔股本 非常非常大的公司 他已經是全球前十大的 這個半導體公司 而且還之前幹掉的Intel 所以其實他的股價 不太可能說每一次都走這種大波段 一波就可能30% 50% 很難 那你看他現在的股價 從今年 去年底今年初 漸到高點之後 其實大概已經橫盤整理了快半年 是的 那這一次是這個 新幹疫情 對疫情的關係 最低倒到518 可是他現在慢慢爬回來600塊 那我覺得看台積電 就是要看他的一個長期競爭力 現在包括5奈米 三奈米 甚至未來的2奈米 其實台積電現在都照進度在推行中 甚至全球非常多的大國 不管像是美國 歐洲 甚至像現在連日本 都希望能夠來跟台積電合作 因為他們發現 現在其實不是錢的問題 是你的技術 那特別是推進到先進製程之後 你沒有台積電過去這種 他從10奈米 7奈米 5奈米 一路這樣做起來的話 其實你中間 譬如說 我之前就只有10奈米的技術 我現在直接做5奈米以下 不好意思 不是錢的問題 真的辦不到 對 還有有相關的技術 還有人才的部分 對 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台積電 現在剛好也是在這個大量區的一個上緣 所以什麼時候能夠見到台積電 再出現比較明顯的漲幅 我覺得大概第三季比較有機會 因為第三季搭配蘋果的新產品出貨 iPhone可能九月份要開始出新款 iPhone其實蘋果過去的一個 我們觀察他的歷史經驗 大概都是在第三季末 第四季出 推出下一個世代的新產品 iPhone13 對 然後大概在第四季 就是Christmas之前開始做鋪貨 所以我覺得整個 不管是平蓋 或半導體的部分 比較大的營收成長動能 應該是要第三季才會開始 是第一個 所以台積電現在就卡在這個量價累積圖 量價累積圖就是這個價位 成交的量有多少 最多的地方既是壓力也是支撐 剛好就黏在這裡 對沒錯 那第三季 我認為這個電子是比較有機會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最近其實大家在做這個 或看股票的時候 會發現怎麼有些股票力都不太漲 像中鋼 中鋼其實他是一家 這個非常透明的公司 他每個月都會公告他的字結束 你看他五月是賺了一塊七 而且月增高達二十四個percent 也是創新高 對 可是今天股價居然沒什麼太大的反應 大家你會覺得說 這個數字這麼漂亮 你看從一月二月三月 真的是三級票 每個月越賺越多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六月的盤價是還在漲的 六月的盤價才在漲的 也就是說其實中鋼六月的獲利 應該還會再創新高 還會再創新高 所以其實我們直接來看 這個中鋼的線圖 其實中鋼現在他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就在大概33到353637這裡 是 那他現在其實我們坦白講 他的技術面就是一個整理的型態 而且籌碼的部分 最近的投信開始在減碼了 這一波你看外資其實慢慢的減碼 投信也開始賣 反正都在調節 是 因為什麼 因為七月的盤價 已經什麼 只漲 他沒有跌 持平 持平 那持平就告訴我們 就是說其實最近 因為鋼價漲太多了 所以很多中下游都受不了 出來嗨嗨叫 像那個工具機業者說 你們在漲 我這成本根本 沒有辦法負荷 所以再加上最近中國 也有一些管制的措施 所以現在鋼鐵股 就要進行一個什麼修正 進行一個短線的整理 但是你說他會大跌嗎 也不會 可是幸福哥 如果漲價題材 不漲價的話 那股價要怎麼動 股價就是要在一個區間 因為他基本面還是很好 我們剛剛講 五月是創歷史新高 那六月盤價還在漲 所以六月中鋼的獲利 基本上還會再創歷史新高 也就是說你看四月 五月 六月 三個月連創歷史新高 那代表什麼 第二季就一定是歷史新高 所以你說他基本面好不好 好啊 基本面沒問題 沒問題 但是現在什麼 漲價的這個部分有點暫停了 所以他現在就是一個 大區間的整理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你覺得短線 操作上覺得不太有肉的話 沒有像說這一波這樣 一波就漲了三十趴五十趴 其實他現在就跟台積電六百塊 意思是一樣的 繼續整理就對了 繼續整理 整理到什麼時候呢 整理到第一個 報價再開始出現往上漲的時候 再來就是要看法人 因為最近投信似乎有點開始 漲多的傳產 他先賣一趟 然後回過頭去加碼 現在位階比較低的這個電子股 所以他們有在做一個換股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也不是說所有的傳產原物料 都沒有在漲 今天其實有一個非常強勢的一個族群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中鴻一樣的狀況 他七月應該開出來是持平 因為中鋼沒漲 他就不會漲 不會漲 好 我們直接看他的線圖 不過中鴻的部分 他的K線走的稍微比較穩一點 早上還有衝高 他還手穩在月線之上 對 沒錯 走的比相對中鋼強一點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中鋼要照顧他中下游 所以對於中下游來說的話 反而他們比較好控制成本 但是問題是一樣 現在法人的買盤稍微都有開始退場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個股 理論上你要複製 他從20漲到60這一波很難 最近可能就是一個區間操作的空間 區間操作的空間 好 我們再往下看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不是說所有的原物料 或所有的這個傳產 今天都沒有漲 其實呢 今天最強的還是航運族群 對 還是航運族群 而且從之前的貨運 擴散到所謂的散裝 你可以發現最近這個散裝船的指數 可以說是跟做了直升機一樣 做了火箭一樣 對 這指數還是往上衝 你看從六月八號到六月十六號 才短短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有的居然漲了六成 三成都有 好 那我們直接往下看 我們今天幫大家準備的資料 其實我們常講原物料原物料 看的就是什麼 報價 報價的循環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之前貨櫃在漲的時候 這個BDI稍微有拉回修正 紅色的是BDI 對 BDI指數 但是實際上這個中小型傳的 這個綠色的 是早就上禮拜就先創新高了 先創新高了 所以為什麼今天這個散裝航運會大漲 其實我們看報價就知道 甚至你看綠色是這個中小型 BSI是已經先創高 然後緊接的BPI就是巴拿馬極限型的 也創新高了 也創新高了 所以我們在觀察這個運價的同時 除了我們看貨櫃之外 其實散裝 如果你之前真的沒有搭上貨櫃船的 其實散裝船 你這兩天應該就可以特別去觀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散裝船的一個狀況 大概有哪一些船隻 我這邊有這邊幫大家整理出來 這是什麼圖 這個就是每一家公司他有幾條船 我們要算他到底有幾條船可以運貨 船越多當然代表他能夠運的貨是越多的 對 他的運量 是 沒錯 然後有分大小船對不對 對 我們剛剛講 BSI 我們剛剛第一趟來考英文 現在又要考我們英文了 對 其實你就記那個前面那個開頭的 那個部分 為什麼叫BPI就是巴拿馬型 他開頭就是P 那個P就是巴拿馬的意思 對 那BSI就是超級極限型 那從這個以下都是算中小型的船 Handy跟Small Handy是小型船 是 更小一點 所以你可以發現 你看這些船 你就把它加起來 其實一目了然 為什麼最近是四維航先掌 他今天已經第五根掌停板了 非常猛 你看 他的這個中小型的船隻 你看就佔了他一半以上的比咒 是 那今天輪到早上最強 最開始一下就衝掌停的是惠陽 因為他昨天開了一個法說 那法說的講法其實很簡單 因為巴拿馬運價這麼好 當然他講法是偏正面 你看他的船隻全部加起來 不管是他本身自己擁有的 還是去租來的 總共一百三十八艘 他是最多艘船隻的公司 對對對 然後今天域名也非常的強 你看域名 不管是巴拿馬的 還是這個Supramax的 其實都不錯 都不錯 那當然今天其實散裝都在都在漲 但是我們可以從裡面去看 這個船型 你這樣學到一招 這個圖大家可以記起來 對對對 沒錯 就是說其實這些東西不管你上公司的網站 有的公司他會分 就是說他把每一個船型都告訴你 那像你上世衛行公司的網站 他就說他在這個尺寸裡面 大概就有三十一艘 所以他沒有特別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三十一的 這個數字沒有再猜得更細 那有些公司他會給到比較細的數字 但是簡單來說 當這個船型在漲的時候 你就看誰有這個船型的公司 是最多的 對 那他的受惠程度就越大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其實就技術面的型態來看的話 先看 會洋Q 他是船最多的 你可以發現他之前高點 大概在這裡 大概在這裡 大概是四月 五月的事情 其實他橫盤整理一兩個月 那昨天開完法說會之後 其實今天早盤很快就漲停板了 很快就漲停板了 那也過了這個平臺的整理區 所以通常像這種情況來說的話 他的這個走勢呢 有機會下禮拜一再開高 但是開高我們就要去看 今天漲停是誰鎖的 誰鎖的 有沒有那種隔日沖的大戶 我們去查一下籌碼 對對對 要查一下籌碼 那另外我們再看下一檔好了 其實最近最強的應該是這一檔 四位好 五根漲停板 五度五關 是不是 對 五度五關 講五萬 大家都記得 這個年紀差不多 對 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發現 你看他這個領先創新高之後 已經帶動了其他的這個散裝行業 當然他最近量也非常大 一天動輒都十幾萬張 所以這個當然因為漲得快五成 五天五隻漲停板就超過五十趴了 對 漲這麼多 就大家先不要追 先去看那個第一檔 才剛剛第一根的會比較好 另外我們再往下看 比如說像玉民 玉民 玉民之前其實他的漲幅相對是比較落後的 因為他之前那個BSI的船 他比較少 但是現在連BPI巴拿馬型的 都開始漲價之後 你看他今天其實也是漲停板 也是漲停板 那他還沒有過前高 所以像這種第一根發動的話 大家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另外 新的族群 對 新的族群 民國概念股也可以留意 也可以 對 因為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很多電子股 已經開始悄悄動起來了 不管是瓶蓋股 還有最近有些車用的 今天鴻海集團旗下 集檔車用的個股 表現都不錯 因為下禮拜鴻海 這個他的這個電動車聯盟 又準備要開會了 要開會了 那這個時候就告訴我們就是說 電子股在休息了整整三個月 第二季之後 現在 新的題材慢慢的漲漲 那臺積電的部分 其實這邊也包含在瓶蓋股裡面 這邊有零零種種蠻多的 然後那我這次要跟大家講 是蘋果這次他的 譬如說像這次 他新的這個平板 就是要採用所謂的這個mini LED 那這邊是一個mini LED的 這個產業的一個 這個簡單的一個概述 就是說 從上游到下游 大概哪些公司 他主要負責mini LED 其中的哪一段 那我們就舉兩檔個股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譬如說像負財好了 負財過去是金電跟隆達 這兩家公司合併的 那今年初剛掛牌的時候 股價大概在九十幾塊 掛牌之後沒有命運行情 然後一路就在八九十這邊橫盤整理的三四個月 遇到五月的股災 打下來 對 殺到五七四 大概快腰斬 至少跌了四成 可是你可以發現在低檔 外資開始進來買了 而且最近這一段時間 基本上 市股慢慢增加 都會已經創了新高 創了新高 那今天當然因為他昨天是 拉了一根長榮K棒 而且是有量 那這種我在猜今天開高走低 主要就是什麼 又是那個隔日沖 隔日沖的進來 所以大家都要特別注意 如果當天漲停 而且有爆量的去看一下 是不是有隔日沖在裡面 那當然如果題材夠強 他可能第二天直接再拉出去 早上隔日沖的下車之後 後面有人接手把他拉開 那現在來看的話 今天這檔個股是稍微有點整理 但是剛好也是因為他靠近了 前面的這個大量區 也就是說在這一段時間 買的人可能今天剛好沒賠了 有的人想說那我就先賣 因為套了兩三個月 那想說到時候換股來做個操作之類的 那另外我們再往下看 6706 惠特 一樣其實這個做的是所謂的LED的這個設備 跟調節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如果你家裡有LED的燈泡 其實已經很小了 可能大概就小指頭這樣子 很小 但是miniLED基本上 可能就跟米粒那麼樣一樣大 所以其實他真的小到小到非常 你一般用手是沒有辦法做的 一定要用特殊的機器 而且如果說在這麼多裡面 混雜不良品的話 那當然出貨去到客戶那裡 一定會被人家退貨 所以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挑 挑撿 然後就是miniLED 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課 那你可以發現他也是一樣 之前有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拉回整理過 但是現在外資也開始回來買了 投信 之前也買了一些 對 現在站回了所有的一個 這個均線之上 短期均線之上 所以我認為如果大家認為第三季 在經過了一番的整理之後 最近電子股有開始慢慢加溫 回溫的味道的話 其實可以開始去看一些 比如說像瓶蓋 甚至包括像車用的這個部分 我認為其實在第三季 我們現在已經有開始看到一些 這個資金開始或把人的這個 這個資金往這一方面移動的一個情況 非常謝謝幸福哥 這一連串的幫大家整理了 有電子有傳傳相關的族群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今天最強的族群 我們看一下XQ 就是剛剛幸福哥講的 就是航運族群 畫面上看 一堆全部漲停板 但是這種股票 你要如何從低檔 一路爆到高檔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回來 待會VGYC來教你如何掌握 最佳的買賣點